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 我们常听说比特币是数字黄金 它的价格也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数字黄金的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比特币和黄金之间真的存在某种联系吗? 它又凭什么能够涨到一枚12万美元? 今天我们就从稀缺性的角度出发 带你回到比特币的起点 看看它为什么能够像黄金一样被称为有价值的组成品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还会介绍一个曾经被嘲笑过的比特币的预测模型 它短期内可能失联 但长期却一次又一次的接近真实的价格 这个模型到底是数学的巧合 还是揭开了比特币真正价值的一把金钥匙 所以要弄清楚比特币为什么会被称作数字黄金 我们不能只看到它今天的价格 还要追溯它的历史根源 很多人觉得比特币的设计过于完美 甚至怀疑中本聪的背后可能是某一个神秘的组织 或者干脆就是某个政府的秘密项目 有的时候我看到观众在留言区里边这么留言的时候 我就会半开玩笑的说 朱本聪其实是一个外星人 可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比特币前传2 你就会知道 比特币其实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奇迹 在它诞生之前 已经有20多年的Cyberpunk的运动 一群密码学家吉克还有理想主义者 在地下与政府金融体系不断的博弈 从e-cash到b-money再到bit gold 比特币正是踩在这些前辈留下的经验与失败之上 才被中本聪打造出来 在比特币出现之前 有一个人必须被提到 Nick Saber 他提出了bit gold的概念 他也被称作比特币的奠基人 萨博有一个至今仍被引用的观点 不可伪造的成本性 他的意思是古董、时间、黄金 它们的价值都来自昂贵且真实的成本 这种昂贵性是无法伪造的 如果这种特性能够在计算机上实现 我们就能够拥有一种真正的数字黄金 问题在于 你有没有办法在互联网上直接用金属支付 所以如果能够创造出一种数字比特 它既稀缺又昂贵 还能安全的存储、转移和验证 那它就是完美的货币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这个就是比特币的雏形 后来呢 中本聪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 想象一种金属像黄金一样稀缺 但它是灰扑扑的颜色 既不导电也不坚固 没法拿来做手势或者是工具 它唯一特别的地方可以通过通信网络传输 这个是中本聪在2010年写下的比特币的引誉 它的稀缺来自于庞大的算力和电力的消耗 无法伪造也无法随意的篡改 而和它相比 法币和大多数的山寨币就缺少这种特性 没有供应的上限 没有工作量证明算力不足 或者是供应量被少数的人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称比特币为数字黄金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 既然它和黄金一样的稀缺 那比特币的价格能不能真正的与黄金匹配呢 那价值又该如何的去衡量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的人物叫做塞伊夫丁·阿姆斯 他是The Bitcoin Standard的作者 也是把比特币称为数字黄金的关键人物之一 其实存量增量比stock to flow这个概念 在贵金属和大宗商品的研究里边早就存在了 比如说研究黄金和白银的时候 人们常常会比较现有的储量和每年的产量 来衡量它们的稀缺性和价格的稳定性 阿姆斯的特别之处在于 他把这个传统的指标第一次系统性的应用到了比特币 并用它来解释为什么比特币就像黄金一样稀缺 能够成为数字黄金 你可以这样理解 存量呢就像一个水库里的水 比如说千岛湖里面的水 增量呢就像水龙头每年流进来的水 如果水库很小而水龙头开的很大 那么水位的变化就会很激烈 就像铜心镍这类的商品 只要产量一多价格立刻会崩塌 但如果水库很宽 而水龙头的流量很小 即使再多开几年也几乎看不出任何的变化 这个就是黄金 举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黄金 全世界的黄金的水库呢 大约有19万吨 而水龙头呢每年只流进3000吨 这样一算存量增量比约等于62 换句话说要开62年的水龙头 才能够把整个的水库复制一遍 这个就是为什么黄金能够几千年 一直被当作价值而存储 白银呢虽然存量多 但水龙头的流量也很大 它的存量增量比只有大约22 稀缺性远不如黄金 价格的波动也更明显 所以阿莫斯得出一个结论 存量增量比越高 资产就越稀缺 越适合作为储值水库 那么比特币呢 2019年荷兰的一位量化分析师 普兰B 第一次把水库与水龙头的这个模型 应用到了比特币 量化分析师的特点是 他们不靠感觉来下结论 而是靠大量的历史数据 和数学模型 去寻找这个价格背后的规律 在他的论文 Modeling Big Cost Value with a Scarcity 中 Plan B指出 比特币的总量是写死的 最多2100万枚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每隔四年呢 水龙头都会被凝小一半 区块奖励减半 薪水流进来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所以比特币的水库会越来的越大 水龙头呢却越来越小 它的稀缺性也会不断的接近 甚至超过黄金 我们来看这张非常重要的图 它来自Plan B的研究 这张图的标题就叫做 为什么比特币有价值 因为稀缺性 横轴呢是存量增量比Stock to Flow 也就是稀缺性 重轴是市场价值 Market Value 注意两个轴都是对数科度 因为数据的跨度太大 从几千美元到几十万亿美元 图上的彩色点 代表比特币每个月的市值 蓝色越蓝越接近减半 蓝色越红呢 就是减半之后 同时你还能看到两个参照点 黄色的大点 是黄金 存量增量比大约是62 市值接近10万亿美元 灰色的大点是白银 存量增量比大约是22 市值3000多亿美元 最神奇的地方是 无论是黄金白银还是比特币 这些点几乎都落在同一条纸线上 这条黑色的纸线 就是Plan B拟合出来的回归线 它的相关系数R2等于0.947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解释度 这个就像一场满分100分的考试 如果你考了95分 说明大部分的题你都答对了 只剩下极少数地方没有覆盖 同样的道理 比特币市值的变化有接近95% 可以用稀缺性来解释 只有不到5%来自政策流动性或者是突发事件 这说明什么 说明比特币的长期价值和稀缺性 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数字稀缺资产 而这张图就是最直观的证据 不过这里边我们只看到了相关性 那背后的数学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张图 标题是 比特币价格与每月区块数量 横轴是时间 从2009到2020年 重轴是比特币的价格 用的是对数刻度 彩色的点代表比特币的实际价格 蓝色表示当月挖出的区块数量较少 红色表示区块数量更多 而那条黑色的线 就是Plan B的纯量增量比模型预测曲线 一条非常重要的线 右下角的公式写得很清楚 比特币价格等于0.4乘以 存量增量比的三次方 这说明什么呢 比特币的价格和稀缺性之间 并不是线性的关系 而是一个密率关系 意思是当比特币的稀缺性 存量增量比翻倍的时候 价格不会只是翻一倍 而是会按照三次方的速度放大 直接跃升至一个数量级 那历史的走势 是不是也符合这个规律呢 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的减半节点 2012年第一次减半 价格只有几美元 在接来的两年里面 一路涨到了上千美元 2016年第二次减半 价格大约几百美元 两年以后冲到了接近2万美元 2020年第三次减半 价格在1万美元左右 随后进入了6到8万美元的区阶 可以看到 虽然短期内价格会有剧烈的波动 但长期的走势 确实被这条密率关系牢牢的给捕捕到了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看大海 短期里边浪花此起彼伏 价格呢忽高忽低 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 潮水其实在稳步的上涨 浪花代表市场情绪和短期的波动 潮汐才是真正推动比特币长期价值的力量 而这股潮汐呢就是稀缺性带来的密率规律 所以从这张图我们能看到三个规律 第一呢是长期价格和模型高度的吻合 第二是每一次的减半都会带来明显的阶梯式的跃升 第三是区块数量的波动 反映了矿工的竞争和短期的价格偏差 换句话说 比特币的长期价值确实被稀缺性牢牢的锁定 而短期价格就像过山车一样 既会被市场情绪所左右 也可能因为突发事件而偏离 那么问题是 这种偏离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 答案是有的 在2010年到2020年前十年 模型几乎是像开了挂一样的精准 2012年第一次减半存量增量比从次翻到次 价格从几美元涨到上千美元 16年第二次减半存量增量比上升到25 两年后价格接近2万美元 2020年三次减半存量增量比超过50 模型预测区间是10万到30万美金 可结果呢 大家都应该记得 2021年比特币确实冲高了 但最高只到了69,000美元 比预期的10万美金差了一大截 于是质疑声扑面而来 这个模型是不是彻底的失效 它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学拟合而已 很多人甚至断言 存量增量比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时间来到了现在 2025年 比特币一路突破了新的历史高点 最高接近12万4千美元 重新回到了模型当年预测的区间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短期来看 市场可能会因为政策 加息 监管 甚至黑天鹅事件 而低估比特币 导致价格暂时偏离模型 但长期来看 价格最终还是沿着 存量增量比的轨迹 回到了正道 换句话说 这个模型并不是短期的预测工具 而更像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的价值锚 短期的波动往往会让价格和模型 暂时的脱轨 但只要时间拉长 你会发现 它最终还是会回到轨道上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短期的偏离呢 为什么在2021年模型预测10万 市场却只给出了6.9万的答案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 在拖住比特币的脚步 答案就是风险溢价 在金融学里面 有一个诺贝尔学奖获得者提出的经典理论 叫做有效市场假说 英文是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简称EMH 它告诉我们 市场的价格不仅反映在基本面上 还会把投资者的预期和恐惧 统统的算进去 换句话说 就算风险还没有真正的发生 只要大家普遍的担心 价格就会提前的打折 而在比特币的市场里面 这种现象尤其明显 过去的十几年 投资者担心过各种各样的风险 会不会归零 会不会被政府全面的给禁止掉 会不会遭遇51%的攻击 减半以后矿工会不会陷入死亡的螺旋 甚至央行数字货币 会不会直接取代比特币 这些恐惧 有的确实发生过 比如说交易所被黑 被偷走 带币 有的从来没有发生过 比如说死亡螺旋 但市场它不会等到 它会先把这些恐惧 统统的记住价格 2021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一年 美联储快速的加息 流动性收紧 各国监管区业 再加上对矿工生存的担忧 以及世界上第二大交易所 FTX的崩盘 这样的黑天鹅事件的发生 在这种环境下 市场显然是高估了风险 于是比特币的价格 被压在了模型预测区间之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恐惧 逐渐被证伪 比特币没有死 算力反而创下了新高 各国的监管虽然很严 但没有完全的禁止 而且美国政府到了2025年 还通过了天才法案 大力的推广比特币 推广加密货币 矿工也顽强的生存 所谓下一代的比特币 也没有取代的 当风险逐渐被排除 价格自然而然就 重新回到了存量增量比的轨道上 所以我们可以说 短期价格的波动 往往是市场情绪和风险预期 所主导的 而长期趋势 依然由稀缺性来决定 这个就是为什么 2021年价格 没能突破10万 但到了2025年 现在 却回到了模型预测的区间 因为那些曾经被放大的恐惧 最终一个一个被时间证明 并没有摧毁比特币 那下一个问题是 未来会怎么样 如果过去的三次减半 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存量增量比的模型 那接下来 2028年的减半 会不会再次带来新一轮的价值的跃升 按照比特币的协议 在2024年的4月 我们刚刚经历了第四次的减半 区块奖励从6.25枚降到了3.125枚 这个让比特币的存量增量比 直接跃升到了120左右 要知道 黄金的存量增量比 也就才62 意味着比特币已经正式的超越黄金 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稀缺的资产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再过四年 等到了2028年的下一次减半 区块奖励还会再次减半 比特币的存量增量比 会翻到240 那个时候 它的稀缺性几乎是黄金的四倍 如果继续套用Plan B的存量增量比模型 在2028到2032 这个新的周期里面 比特币的合理价格区间可能会冲向30万到100万美元 当然 这个并不是铁率 市场依然会受到宏观经济 监管政策和黑天鹅事件的影响 但从稀缺性的角度来看 比特币的长期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 所以这个问题就抛出来留给你 如果在2021年你觉得存量增量比的模型已经失效 2025年它又一次被验证 到了2028年 它的稀缺性将会翻到黄金的四倍 到那个时候 你会选择继续相信模型 还是再次怀疑的 好了 我们来收个尾 存量增量比的模型告诉我们 短期价格会被情绪和风险左右 但长期的价值依然由稀缺性来决定 这个就是为什么比特币会被称为数字黄金 至于2028年的下一次减半 它会不会把比特币推向30万 甚至百万美金 答案留给未来来验证吧 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的解析 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加入我们的Discord社区 吃瓜群众自治社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